獎身鮮花迎接桌球 虛途回台 莊智渊球員生涯 最後義務 沒能站上頒獎台 難免留下遺憾 連打六屆奧運 莊智渊是台灣第一人 從資深出戰 到有徒弟相隨 但讓他最印象深刻的 是倫敦奧運 卸下球員身分 莊智渊想先休息半年 好好陪家人 至於下一步的規劃 十九歲的高成睿 奧運初體驗 就在男子單打闖進十六強 未來將繼續打公開賽 爭取積分 而莊智渊在團體賽中 跟高成瑞交談畫面 在網路上被做成梗圖瘋傳 也終於揭曉 兩人當時到底在說什麼 師徒兩人一起站上奧運殿堂 莊智渊說整個過程沒留遺憾 交棒給愛圖高成瑞 讓球迷們見證桌球 世代傳承 三個星期五 李玲宇科普宣 SN小組桃園採訪報導 雅宇科普宣